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政客一面鼓吹 台湾每个家庭都应拥有AR-15步枪 要向台输送独次防空导弹 把台武装成豪猪 一面公开叫嚣 炸毁台积电 制定摧毁台湾计划 无论美方嘴上如何表达挺台之意 心里真正想的 只是如何利用 甚至牺牲台湾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 汪文斌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制一切害台卖台行径 民进党当局给鼓吹毁台论调的美国政客授勋 甘当美以台制华战略的棋子和炮灰 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 将台湾民众推向灾难的深渊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 会认清美国的害台野心和民进党当局的卖台本质 坚定站在民族大义和历史正义一边